上一期咱们介绍了 通过两场被对手强加的战争 普鲁士统一了德国 建立起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这两场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都出乎欧洲各方的意料 而随后而来的德国统一 更是让各方措手不及 当时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就说 德国的统一 是欧洲近400年来最大的变革 法国就此沦为二流国家 欧洲中间那块巨大的海绵 如今变成了一块坚硬的水泥画 令人生畏 那虽然比斯曼晚年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大肆吹嘘 好像德意志帝国是他身谋远虑的成果 但当时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从德意志帝国成立的第一天起 比斯曼就对他的命运 持悲观的态度 他说我所见到的德国 前途一片黑暗 数以百万计的刺刀 直指欧洲中央 而我们就站在这个地方 本来比斯曼的想法是 普鲁士统一北德就够了 难得可以作为 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缓冲带 现在不仅缓冲带没有了 德国和法国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和法国无法化解的仇恨 就大大缩小了 德意志帝国外交上的活动空间 那比斯曼打了个比方说 这就好比下国际象棋 其中的16个鸽子不允许我使用 那他辗转腾路的空间 就大大受限了 这个新生的德意志帝国 生存条件很恶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概有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就前面说的 地理位置很糟糕 西边和西南边是英国和法国 东南与奥匈帝国接壤 东北呢避邻俄罗斯 一出生就掉在保卫圈里了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自己过于强大 单挑的话可以打败任何对手 这就引发了邻居们 结盟的强烈冲动 那第三个呢 法国是个无法化解的死地 那么这一手烂牌抓在手上 比斯曼怎么打呢 针对这个外部环境啊 比斯曼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外交 画了两条重点 第一是法俄两国 无论如何不能结盟 第二个呢 是要努力让英国 对德国保持善意的中立 从后面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看 比斯曼的这两个重点 画的真是非常准 但是对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来说 这两个重点 却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呢 咱们先说说 德国为什么难以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 首先和欧洲大陆的强国相比 英国的陆军不行 但是英国的海军却一致独秀 所以英国的外交政策 就是保持欧洲大陆的军事 不许任何人挑战自己的海上霸权 那么既然你德意志帝国已经是欧洲最强了 那英国肯定就不会和他结盟了 所以啊 虽然比斯曼几次向英国示好 英国方面却一直很冷淡 其次呢 英德搞不好关系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两国政治体制不一样 虽然表面上看啊 这两个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制 但是在英国 国王已经是个虚军了 议会大权在握 是个实实在在的议会民主制国家 而在德国呢 立法权 行政权 军权 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上 议会呢 只有一个权 就是财权 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啊 议会要批准 才能开始征税 那虽然这个财权也很重要啊 但是和英国比啊 德意志帝国啊 本质上其实还是个皇帝权力 受到一定制约的君主专制国家 那英国呢 就多次建议德国啊 是吧 你们跟我们一样吧 把实权弄到议会去 那比斯曼对这个非常反感 也非常警惕 因为比斯曼不过就是个打工的嘛 他的权力来自于皇帝威廉一世 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放权 如果比斯曼真的主张架空王权的话 那直接就下岗了 而且啊 就算不考虑皇帝的想法 就比斯曼自己来说啊 他的内心也很抵触 英国的这个议会民主制政府 因为比斯曼的父亲啊 是普鲁士的贵族地主 叫荣克贵族啊 母亲呢是市民阶层 那个年代啊 贵族和富裕市民结婚啊 是常规操作啊 贵族得到钱 市民呢得到高贵的血统 那比斯曼的父母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比斯曼的母亲呢 对他非常严厉 这就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紧张 所以啊 比斯曼对于市民阶级 一直是非常痛恨 或许也跟这个有关系啊 所以比斯曼呢 就终身拥护他父亲的贵族阶层 也就是说 比斯曼既反对完全的君主专制 也反对英国式的议会政治 因为这两者都会损害贵族的利益 那相比于君主专制呢 他更反感英国式的这个 民主议会政治体制 那早在当首相之前 比斯曼就说啊 如果德意志的统一 要靠国王 向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 卑躬屈膝才能实现的话 那还不如维持原状 意思就是说 如果非得像英国那样的话 那我德国干脆就不同意了 那么基于英国自身的外交政策 基于比斯曼个人的立场 更主要的是 基于德意志皇帝啊 把英国政治体制视为一种威胁 这三条原因加起来 导致了英德结盟的不可能 对于这一点啊 比斯曼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啊 他把更多的精力和希望 就放在了阻止俄法结盟上 因为一旦这两个国家结盟 德国就陷入了 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啊 比斯曼在担任普鲁士首相之前 作为公使出使过俄国 和俄国公庆上下 建立起了很好的私交 所以从个人感情的角度 他也非常偏爱俄国 他说在欧洲啊 和俄国结盟是最划算的 因为他只谋求 在东方国家拓展势力 而奥地利和法国呢 则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利益 虽然比斯曼看得很准 但是最终 他还是没能实现 外交政策上的这个首要目标 也就是阻止俄法结盟 这个失败的原因啊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呢是可以避免的 另一个呢 却是没法避免的 咱们先来看看 这个可以避免的原因啊 这个一开始啊 出于对民族主义浪潮的恐惧啊 比斯曼张罗建立起了一个神圣联盟嘛 就是德意志 奥地利 俄国这三个传统军主制国家 约定互相帮助啊 打压民族主义 打压人民主权 防止法国式的革命啊 在这三个国家发生 来维护军主统治 但是这个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了 说它的必要性有问题 是指即使在德国内部 比斯曼也要借助与民族主义联手 才能在国内 打败代表工人阶级的社民党 在议会中啊 占据多数 而且德国为了保持强大的军力 推行了普遍兵议制 这也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这感大气啊 进行动员 所以啊 搞这个三国联盟啊 实在是逻辑不同 因为您也要搞民族主义嘛 说这个神圣联盟的可行性有问题呢 是指俄国和奥地利啊 有非常深的矛盾 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啊 奥地利就背叛了神圣联盟 在俄国背后狠狠的擦了一刀 那本来呢 德国可以利用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啊 左右逢源 坐收余地 但是呢 这个比斯曼就硬要维持这个三国联盟 最终引火烧身啊 白白得罪了俄国 我举个例子啊 在1877年的时候啊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啊 发生了第十次战争 俄国大获全胜啊 把奥斯曼就赶出了巴尔干 那么如果俄国拿到了巴尔干之后呢 俄国就获得了地中海的出海口 这是英国特别不希望看到的东西 所以啊 英国就支持奥地利去巴尔干栽桃子 他说你俄国不许拿走巴尔干 这巴尔干归奥地利 按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啊 躲都来不及了是不是啊 但是比斯曼要刷存在感 他说我们德国啊 就是欧洲不倒翁里的那个牵块 维持欧洲军事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么着呢 就把俄国和奥地利的皇帝 都请到柏林来 由他呢 来充当诚实的经纪人 但是呢 比斯曼因为要想和英国搞好关系嘛 就只能顺着英国的意思 白白送给奥地利 这就引发了俄国 对德国深深的怨恨 而这说的是 本来可以避免得罪俄国的一个原因 那说到阻止俄法联盟失败的 另一个没法避免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俄国的国内政治了 有句老话啊 说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伸啊 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个德国议会啊 虽然不像英国议会啊 有那么大的权利 但是他有裁权啊 所以啊 比斯曼就必须要在议会当中得到多数 才能通过政府预算 而他在议会里的基本盘呢 就是农村里的地主和农民 那当时德国农村人口占多数 他就不敢得罪农村 可是呢 就正赶上俄国啊 在搞工业化 这就需要钱来买机器设备嘛 当时呢 俄国90%的外汇啊 来自于粮食出口 而且主要市场就是德国 那比斯曼为了讨好德国的农民呢 就必须要对德国来的农产品 征收高关税 这样一来啊 虽然俄国粮食出口量没有减少 但是利润却变成了关税 落到了德国政府口袋里面了 那俄国多次提起抗议啊 那比斯曼就算心里想 他也没法让步 这就极大的伤害了与俄国的关系 那为了能拉拢住俄国呢 德国就跟俄国说啊 我给你提供贷款 我借钱给你买机器 你不就能搞工业化了吗 这就让法国看到了机会 那法国银行 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 就以更优惠的条件 向俄国提供贷款 这一来呢 比斯曼手上就没有牌了 那俄法结盟呢 也就成了必然 那英国靠不住 法国是死敌 现在又得罪了俄国 那剩下的就只有奥地利 意大利 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奥斯曼帝国呗 这几个猪队友啊 那你看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致格局 在那个时候 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 好 最后啊 咱们总结一下这一期的重点啊 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啊 它的外部环境就很糟糕 首先 它地处欧洲中部 强敌环四 其次呢 自己的实力又过于强大 欧洲任何一个对手 单挑的话都打不过他 这就促使了他的对手结盟 第三呢 法国又是他的死敌 仇恨无法化解 那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呢 毕斯曼努力追求两个外交目标 一个是英国的善意中立 另一个呢 是阻止俄法结盟 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啊 这两个目标都没能实现 可以说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开打 德国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